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说两件事情 第一个对我军在台海台岛周边的例行型的战备巡逻 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简报 让大家知道每天我军在干什么 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日本的所谓的产经新闻 发表了一篇报告说中共对台认知战危害性很大 那么这个事情我得这样子来说 那么你日本对华认知战和日本对台认知战 日本对世界的认知战 那这个危害更大了 而且确实这一点鬼子是高手 鬼子是高手 所以我们在剖析我们的敌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选举前期 解放军11架军机4艘军舰 所谓的扰台 4架轰炸机飞抵台湾上空 台湾今天进行九合一所谓的大选 及18岁公民权修宪案公民裁决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前夕 仍在台海周边活动 所谓国防部今天上午指出 至昨天25日上午60 至今天上午60 争获中共派出11架次军机 4艘次军舰机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5架次军机进入台12海里内 包括4架轰6K轰炸机 所谓国防部今天上午揭露中国军机 自昨日凌晨至今日凌晨 共计24小时的扰台具体细节 一架彩虹4无人机自中国福建广东省的交界处 进入台湾所谓12海里处 的深处 才依相似路线 飞反 另有4架轰6K 则是由东沙岛东北方向 进入台湾 这个澎湖这一带 的这个领空 所谓的领空吧 短暂飞行一段距离后 返回 飞离台湾 这个12海里内 12海里外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轰炸机过去 助力他这个 当然这些动作 他不是说去影响台湾所谓的九合一选举 只不过就是告诉你台湾你谁选 你谁上 你谁当 对我来说 没有区别 没有差别 对吧 这个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我不跟你任何人接触 我不跟你什么官方接触 我不跟你民间接触 就这玩意儿 彩虹无人机是给他准备的 那个轰六 也是 对吧 给他准备的 这就是每天啊 我们的利息性的一个战备巡航 四艘军舰 其实应该 他这也是都是有水分的 所谓的11架飞机 也都是有水分的 他有些他没办法报道 对吧 还有这个解放军的军舰在台湾东部海域 进行这个反潜部署 反潜征搜 为潜艇开路 这个事情他都不敢讲 不敢分析 他们啊 就是这样子胆子非常小 然后又说自己全程掌握情况 中共有多少架飞机他都掌握不了 对吧 而且解放军的飞机 还有很多的这个啊 运巴的这些技术干扰机 可以 让你的雷达屏幕上看到假讯息 真正假假 你都分不清楚 因为他的战机是不飞上来的了 他飞上来 他也是 他也不敢飞 解放军每次都是碾压他的 广播距离 对吧 有什么用啊 讲的话那么难听 把我们解放军的耳朵 都给搞坏了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啊 这个是例行性的一个战备情况啊 那么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篇文章 是日本防卫省的出台的报告啊 日本防卫省 他在出台中国大陆对台的认知战 对台威胁大 等于说日本这个军方了 要也来管控这个事 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25日公布最新版中国安全保障报告指出 中共的认知战对台湾有极大威胁 对台发动一年内超过14亿次的网络攻击 利用疫情打击台湾政府 利用台湾人开展影响力行动 撤返跨国企业和军队相关人员 报告指出 中共透过台湾人抨击民进党政权手段 也层出不穷 包括亲共演艺界人士在媒体上发布支持统一言论 有政党干部发表亲共言论 举行示威游行等等 不胜美举 报告指出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 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要机关 遭到超过14亿次网络攻击 此外 2020年3月 脸书买台披露 以关闭超过60个向台湾散布新冠病毒虚假讯息的 中共网络部队账号 中共网络部队使用的账号 大部分采用繁体字网名 伪装成台湾用户 防卫研究所从2011年起 每年固定发表中共安全保障报告 今年为第13次 报告指出 中共启动利用美国特报套餐 蔓延状况 打击所谓总统 所谓蔡英文 所谓的政权的案例 疫情刚开始蔓延时 中共报道 台湾禁止陆克和陆森陆庆 暂停小三通 阻碍滞留湖北的台商返台之类 真假参办 刻意歪曲事实的讯息 贬低台湾的所谓形象 中共还有散布 虚假图像讯息手段 也有共军发布 轰流K轰炸机 似乎在以台湾最高峰 玉山为背景飞行的虚假图像 以及中共的电视台播放 201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的演习中 共军士兵朝的模拟 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 进攻影像等 此外报告也指出 共军新设负责情报 征搜技术侦查 网络空间攻防 心理战等战略支援部队 利用官方传播 进行政治宣传 或以社群网络散播 讯息以展开论识战 尤其在台湾统一议题上 请助全力 例如在台湾地方选举中 协助亲共派候选人 等具有一定的成果 此外 防卫研究所指出 中共党员在外国的产学政界 发展中共党日部 据报道 发现至少有十个国家 有上海的总领馆 雇佣共产党员 连台湾大企业 也都有中共党员 是有中共党日部 有学者指出 如果一家企业里面 有三十四个党员 就必须成立党日部 随着两岸关系 美中关系紧张 这些党日部 有可能变成统战工作 或对台政治活动的 外围反向渗透企业 中共也策返军队相关人员 预备一陆军中将刘德良 退役前担任 国防部军情局局长 退役修后 至某天然气 分装公司任总经理 上来不久 被接到中共企业寻求 在台合作伙伴的信函 刘德良一看便知 这是典型的谍报手段 随即上报 国家安全局与法务部调查局 台湾方面也相当重着 这一事态 调查局和军中反情报总队 调查后发现 尤其地址门牌果然是假的 接触手段等于 也是典型的谍报人员手法 那么这个是 由日本的防卫省 来公布 所谓的中国战略支援部队 对台进行网络认知 咨询作战的 这个事情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到 这些情报的呢 他们为什么他要说 解放军轰6K 明明在台湾这个玉山上空飞行 他说这个是假资料 假资讯 对吧 这个是假的 就告诉台湾人 我们日本帮你研究出来的 帮你调查出来 这个是假的 不要害怕 对不对 呃 要闹台独啊 跟大陆 保持距离的这些人 都是啊 日本应该是福祉的 他们都是好的 对吧 解放军在内蒙古 朱日河演习基地 进攻台湾 所谓总统府的时候 啊 那个也是假的 啊 那我想请问 什么是真的呢 是 对吧 就是日本 他的这个报告写的 就让我觉得 有点扯驴蛋 真的扯驴蛋 那解放军在你家门口 战备警循 你怎么不说那是假的 哈哈哈哈 是吧 那解放军 跟俄罗斯军队空军 啊 在日本 对吧 12海里的这一根线上 压在这个上面 在 在这个飞行 啊 来拍摄 这个 来拍摄这个 日本跟美国军事演习 朝鲜的导弹 从日本的领空上 上方 啊 这个正上方 啊 打过去导弹 对吧 然后中共的导弹 打入日本所谓 专属经营地区 解放军 和中国武警 进入到 我钓鱼岛 12海里 临海内 巡航 对吧 他怎么都不说 这些 这些是假的 哦 解放军 飞过一个台 就是 飞过一个台湾上空 对吧 然后这个 解放军 歼16 贴的 就是拍摄 他的这个 海岸线 啊 这些都是假的 啊 所以说 意思就是说什么 台湾不要害怕 啊 不要因为 恐惧中共 啊 恐惧中国大陆 而想的 稀释宁人 啊 他是在玩这个 他在玩这个 啊 对吧 尤其是他 由他的军方来 出去这种报告 你是怎么得到 这个消息的 脸书怎么知道 这个是解放军的 网络作战部队啊 如果解放军的 网络作战部队 这么好被你征收的话 那这个部队 那这个部队可以关门大吉了 对吧 你这些报告是怎么出来的 怎么出来这些报告的 那么还有一个 说到这个 他说中国对台的 这个 啊 认知战 对台威胁大 那其实 我们要讲说 日本对世界 对台湾 对中国大陆的 资讯战 也才是最 最最威胁大的 首先大家一个 大家找对世界的 一个资讯战 典型的就是 这次卡塔尔世界杯 啊 或者说 其他任何的 大型赛事 我们可以看到 有什么 媒体会报道 日本人素质非常高 尤其是在战胜 德国队以后 日本人啊 赢球又赢人 然后又说什么 德国队是输球又输人 说德国队的 某个黑人的 球员啊 对日本队 做出一些 不雅观的一些 手势动作 就是说 就是说德国人的素质 都没有日本人高 啊 德国人对什么 输球了 人也输了 日本是赢球 又又赢人 日本不仅是 球是赢了 对吧 然后呢 哎 还在现场捡垃圾 日本人素质 打打地好 对吧 那 这个是日本外务省 啊 的这个工作人员 就这么简单 我在日本 我看过日本接联赛 看过日本接二的联赛 啊 这些联赛我都看过 我咋没看到日本人在那里捡垃圾啊 那座位底下全他妈是矿泉水瓶子 吃的东西啊 对不对 说日本人很干净 日本人 他这个国度啊 面上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去他们家里面 他是不干净的 很多日本人家里都挺脏的 对吧 你在全世界 你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的人 能有像日本人那样 会有一种人的存在 就是家里面堆的全是那个垃圾山 都扑扑出来了 只有日本有的 你懂我这个意思吧 你不能说你日本人一个两个人素质好 我中国人也有也有一个两个人素质好 好的呀 大部分人素质还是不错的 对吧 你就去说人这个素质不好 中国人一个有一个素质不好 那整个中国人就是素质都不好 日本人有一个人素质好 日本或者说这个里面他是有故意的素质好 日本人全是素质好的 对不对 然后这就是他的一种 对世界的一种资讯战 日本人很棒 对吧 但是当年在中国执行三光政策的时候 他就不说了 他往太平洋里面倒浮倒河废水 这是最大的对环境的污染 最大的对环境的污染 没有人去指责他 卡塔尔世界杯赛场捡几个垃圾 就是素质高 这他妈把生态都给破坏了 对吧 大家知道有一个岛国叫毛里求斯 知道不 毛里求斯很多人应该都也都去过旅游过吧 那地方很漂亮 现在毛里求斯 即使这个新冠没有开放了 你也去不了了 因为日本的 邮轮 由于操作不到 那些邮全部都 把当地的所有珊瑚和海岸线给破坏了 到现在没办法修复 日本人数字真高 日本人数字真高 对吧 对台呢 对台这个认知战他打的也很厉害 对台的认知战 让台湾人看到日本人可以 他可以这样子 对吧 让整个台湾的这个地方搞得跟日本的一个省一样 让台湾人以嫁给日本人为荣 炮上日本人为荣为傲 他的这个资讯战打得也很猛 对不对 这个危害难道不大吗 你又不把他们当人看 但是你又让他们崇拜你 这个这种危害难道不大吗 对中国也是啊 对中国打这个资讯战 现在还有人说 你们讨厌日本 你看日本就迎求给你们看 当年日本人 为什么清华日军要杀那么多中国人 被害者有罪论就开始出来了 因为你们愚昧无知 丑陋笨 应该让日本人来来来领导 你看你们太蠢了 就把你杀光了 就他是搞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赵军奇 张哲瀚 对吧 都是跟日本外务省有紧密联系的 对吧 还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日本的资讯战的危害 他一直在搞这个资讯战 小日本一直在打资讯战 认知战 通过什么动漫 操纵你的思想 通过歌曲 通过他的日本东西来搞你 对不对 中国在哪里搞军演 他马上记着都去拍 在福建那边拍那个飞机场 拍这个拍那的 对吧 全国各地到处跑 因为他不好分辨 对吧 你一般性能不仔细看 你分辨不出来日本人了 对吧 全国各地他到处跑 到处拍 把你一些阴暗的地方拍出来 在日本电视台播放 说这就是中国 对吧 你去看那个NHK 那些电视台 你天天拍出中国这些 就是 我觉得他把中国一些阴暗 负面的报道出来 能能让人看到 我觉得也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是牛逼 你媒体的真相 但是好像你报道中国 好像中国他妈的只有这些阴暗的东西 什么中国的光棍 三河大神 对吧 中国的什么 什么他妈的出轨 什么都屌东西 全是这些玩意儿 中国就是 中国就是没有好的 对吧 谢谢各位支持 所以日本的咨询站 是最危险的